欢迎收听当爱来临时的节目 我是子凌 今天我们在节目这边呢 要为大家来介绍 当我们同在一起 纯恶劣子女照顾家长医疗讲座 那在这边我们就是邀请到主办的 高雄市纯恶劣 卢岩协会的杨彩玲理事长 还有社工林美帝两位呢 在节目这边跟大家来介绍 纯恶劣方面的一些服务 跟我们特别家长要照顾的时候呢 要了解的一些资讯 在这边我们就先请 杨彩玲理事长问候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嗨子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卢岩协会的彩玲 好那另外是社工林美帝 子凌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协会的社工员美帝 好那我们首先呢 要请理事长告诉我们 就是在7月24号的时候 有一个当我们同在一起 纯恶劣子女照顾家长医疗讲座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办这个讲座 然后里面会邀请到哪一些的讲者 那这一次会来关心的一些议题是什么呢 好谢谢 我们为什么会办这个讲座 最主要是我们会发现到 在这几年里面呢 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呢 可能对纯恶劣的这个小孩 他在胎儿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误解 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的出生 因为以前都有很多的一个迷失 就会认为好像是拿剪刀啦 拿什么啦 然后就搬动什么东西啦 所以才会造成他的胎儿的一个异常 那其实都会很担心 他在未来的一个照顾里面 是不是会有出现了一些困难度 那会很可惜 有时候这样子就会抹杀掉一个小生命 那我们会觉得那个生命的可贵 而且现在的医术 他事实上他非常的发达 那在这个医术里面呢 现在有非常非常的专业的一些医疗团队 那可以做很多的 很好的一个医疗的手术 那跟一般的孩子事实上是一样的 他可以受到同等的照顾 跟同等的教育 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在透过这样子的医疗讲座 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父母 或是一般人能够对存恶劣 这个部分有所了解 他事实上是在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可以透过很专业的一些医疗的部分 那可以给孩子很好的一个医疗照顾 所以免于很多的父母在胎儿的时候 可能就检查出来 而有做了一些 可能我们觉得会很可惜的一些决定 哦真的哦 会有上 是是是 所以才会有这个医疗讲座的一个产生 是好 所以孩子他生下来之后 其实透过一些照顾的方式 他其实还是可以很OK的 对是非常OK 包括他的智力是OK的 那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的发展 是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是非常的优秀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宣导 是 那这一次的讲座 场次啊 时间地点跟 我们邀请到的一些讲者 跟他们要讲的一些题目 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的 我们呢 这一次的场次呢 我们是在7月24号 我们在高雄市的长庚医院的附建大楼三楼的会议室 那是由有专业的整形外科的赖瑞斌赖医师 他专门就是包括整个出身的一个疗程的专业的疗程 那会由我们的整形外科的专业赖医师来做这样子的讲座 然后还有我们的牙齿矫正的张育仁医师 都是透过这一些长根的专业的一些医师呢 做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照顾 然后包括齿二的矫正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向 都是透过他们来给予大家做一个正确的知识的宣导 那这个讲座需要事先报名吗 是的 因为我们空间上会有限 然后我也欢迎就是说 所有愿意协助当这样子的志工 还有这样子的年轻的父母 还有有关于存恶劣的 有想进一步的了解的 都欢迎跟我们做这样的事先报名 是 好那在这边呢 就是也要来谈一下 我们在存恶劣宝宝的一个照顾之下 其实有时候 我们好像也搞不太清楚说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存恶劣 它发生的一个原因啦 还有呢 它是会造成我们 除了我们印象中可能是外表看起来 它是好像不是那么的完整的一个宝宝之外 它在其他功能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很多的原因其实它是未明的 有极少数它是跟遗传 跟环境的因素是有关系 但是经过我们这样子去 去看出 就是说这么长久的研究下来 比较有可能的是说 当它在妈妈在怀孕的当中里面 可能有得到德国麻疹啊 或是有吃到感冒的一些类固存的啊 或是营养不均衡的啊 这个部分 它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极少数的原因 它会去造成这一个状况 比较不是像一般来讲的坊间传说 就是拿剪刀啦 钉钉子啦 搬家啦 移动啦 不是一般来讲 这是比较是民俗的一个说法 那医学上来讲 就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它宝宝它的一些功能呢 它的功能其实 它若是纯恶劣的小朋友 当它刚出生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透过特殊的奶瓶 那甚至在很小刚满月 没有多久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医疗手术 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手术的缝合 它就可以跟一般的小孩子 不会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那在照顾上面呢 其实只有小小的技巧 那其实就跟一般的婴儿 小朋友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就是 有机会透过一些手术 其实是可以恢复到 它的功能啦 或者说外形 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是 这几年的一个医学 它是非常的发达 所以其实都看不太出来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 那其实都看不太出来 现在 所以这个医生的部分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大部分就是在小小孩嘛 是 在婴儿的时候 在他婴儿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手术 就把他的外形 都完全的一个 做很好的一个 修补的一个功能 那所以都不会任何的影响 可是这样子 家长还会很焦虑吗 如果知道说 其实透过手术啊 其实婴儿啊 小小孩啊 都可以去解决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 家长的焦虑 应该是来自于 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会有 比较多的无助 跟心理的一个 一个愧疚 或是心理上面 它需要做一个调试 就像当初的时候 我自己会需要 做一些调试 真的吗 你有 是我的孩子 现在已经国中 三年级要升高中了 所以在那当时 我的心情 确实是有这样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 父母的心情 的调试 需要被协助的 大过于孩子 那当你的心理调试OK 你在照顾的一个功能上 你其实就可以用 比较正常的方式 去对待孩子 那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协会 在存在的过程里面 就是有这个存在的 一个功能性 就是陪伴 很多的这样子的父母 走过这一段 是 好 那是不是也可以 跟大家来讲一下 高雄市 纯恶劣如言协会 整个的一个服务 还有呢 整个协会的一个宗旨 OK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那个社工园美帝 那在这边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协会 为我们纯恶劣 患者家庭 所提供的服务 那首先呢 我们的社工园呢 就是在每周 礼拜二跟礼拜三的下午 我们会到高雄长根医院的 如燕中心 我们会进行 诊监的关怀服务 就是我们的社工园会到 诊监来 那当天看诊的话 我们社工园会进行一个关怀 那会询问说 是否要 就是 接受协会提供的服务 那请我们的患者 家长就是填写资料 那得到这些资料的话 我们社工园会进行一个评估 评估说这个患者 他的家庭状况 还有他目前一个手术的一个 医疗的状况 我们就是会评估说 是否协助 提供我们的服务 这样子 那目前呢 现在是七八月 其实很多的孩子 都在暑假这段期间开刀 那我们社工园呢 就是我们这边会有那个 我们会询问我们手边的孩子 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刀 那我们会征询家长的同意 那术后我们社工会到病房访式 就是我们会给予我们的家长 可能在照顾上 有一些术后的医疗照顾的协助 这样子 那还有提供一些 关怀支持的一个 心理的关怀的一个服务 那除了 我们的诊间关怀 还有术后的病房访式之外 那我们也会为我们的 纯恶劣的家庭 就是孩子跟家长 会举办一系列的支持性活动 就是除了医疗讲座之外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我们也会提供家庭的一个 成长的团体活动 像我们今年呢 协会就是主作在一个亲子的 我们会举办一个 纯恶劣亲子活动 那因为其实我们是跟理事长 有讨论过 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办理 让家长 他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出来 因为其实有的家长 他是不愿意让孩子曝光的 对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活动的办理 那家长他愿意带着孩子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协会的社工员 也会跟我们的志工 一起陪伴孩子 就是进行这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说可以增进孩子 他在一个社会支持的一个 获得这样子 对 那理事长这边有没有再来补充 就是在我们协会方面 希望去达到的一些功能 或者事情 我们协会除了做医疗的一个陪伴 跟医疗的一些协助以外 其实这个协会是由 我们这一群一些的家长 所组合成的 所以我们会从孩子刚出生 新生儿的部分 就开始会去做这样子的家长的 心理建设的一个陪伴 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我们就会依照不同的年龄的需要性 比如说 其实在学龄前跟学龄的一个阶段 求学的过程 我们会比较照顾到他的自信心 因为其实有时候 他对他自己的外形 可能刚开始 他会有一些些的一个心理障碍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 举办一些 刚刚我们的社工坛的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透过亲子烘培 透过亲子活动 或是让孩子学吉他 让他培养他的一些一技之长 然后让他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就是对外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那可能从那里面获得一些自信 那这时候做他的心里面的重建 然后慢慢到他再大一点 变成他回过头来 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小朋友的一个 另外一个小志工的一个支持系统 然后甚至会带着他们到医院里面去做访试的时候 让更多的父母去看见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过程里面 孩子的外形 孩子的自信 孩子的各方面能力 都是跟一般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那会也去间接的增强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心 就可以去减少很多的年轻的一个父母 可能因为孩子在胎儿里面检查出来 可能有存恶劣就把他拿掉的 这一个遗憾的事情 其实孩子都是上天给的礼物 那也是有这一些共同的功课 对不对 像理事长当时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煎熬之后 其实也不一样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在以前我自己从事教育工作 那时候工作非常的忙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存恶劣 那时候就是说我想要为孩子服务 那在幼稚园为孩子本来就服务 所以当我检查出来胎儿是存恶劣 他是第几个小孩 第三个小孩 那其实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其实我那时候也会有考虑说 那这个孩子我要留得下来吗 那因为就是有这样子的协会 那时候这样子的志工 他就来告诉我说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 那让我留了下来以后 我会发现到我当初没有拿掉是对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 但我还现在已经是要接触到高中了 那你就会发现到有他的陪伴 跟他的各方面 他的发展上也都非常的好 那我就觉得我当初做对了决定 可是当初那个煎熬 真的是需要有人来协助的 所以你是在胎里面就知道的吗 是是是我在胎里面 就一般来讲 尤其现在的照超音波会更加的先进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三个月五个月就知道 可能就会做这样子 那我们会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存恶劣的孩子 他是所有在一个身心障碍里面 最小的投资 就是你 他是最小的一个 然后可是 他的智力跟各方面都是 跟一般的孩子都一样 所以是我会觉得 应该是把孩子留下来 才 我觉得这是一件 比较正确的选择 是是是 好 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特别来介绍高雄市 纯恶劣卢言协会即将 在7月24号要来举办的 当我们同在一起 纯恶劣子女照顾家长医疗讲座 那也欢迎呢 我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 可以报名来参加 那报名的话怎么洽询呢 嗯 这边的话 可以拨打协会的电话 0712365906跟社公园报名 或者呢 其实可以FB上网搜寻 我们协会有粉丝页 那我们就有线上报名 对 的网址 嗯 是 好 那我们 好 可以搜寻我们的高雄市 纯恶劣如言协会 然后我们的电话是 2365906 那可以召我们的社公做报名 那欢迎不管是年轻的父母呢 或是有医院要来当志工 爱心志工的 有更多的了解的 都欢迎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志工的行列 嗯 好 我们今天在这边 谢谢杨彩玲理事长 还有社工林美帝 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了 谢谢两位 也谢谢梓玲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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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